D就是明白人的罪性和軟弱,就不被人影響了 這裡我先停一停 原因是什麼呢?因為被剪接的人知道我們這裡轉主題 OK,我們現在去D那一點了,就是明白人的罪性和軟弱,就不被人影響 在侍奉的時候,實際上是會容易被人影響的 那我們需要學習,不要被人影響 譬如幫助人的時候,很多時候有些人有抑鬱,有問題 那我們需要學習,不給他影響的 第一個經文就是耶尼米書17章9節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釋透呢? 其實有很多人呢 在侍奉的時候,去幫助人的時候,都說呢 啊,真是 幫助這個人,令到我很殘啊 很不開心啊 因為他講一些說話 有時候呢,他講一些傷害的說話,那我們就 很難受啊 也都有很多嬌徒呢,在 生命之中呢,都是時時被人影響的,因為 周圍的人傷害他啦,所以他就會覺得 自己沒有什麼屬靈的力量啊 沒有能力去站得穩,也都沒有能力去侍奉神 那 這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明白人的罪性啊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釋透呢 就是人的罪性呢 是非常之強的,比萬物,所有的生物都沒有人那麼詭詐的 是人 是最詭詐的 就是,因為人,當他墮落之後呢 人的罪性呢,就非常之強啊,因為人又很聰明啊 所以他會想出很多東西出來 為了得到他自己想得的東西 那他們呢,就會呢 總是會繼續傷害人的 所以,有一句說話就是說呢 是 罪人是不會停止傷害人的 他 很自然地就會傷害人,很自然地就會利用人 那麼我們 當我們相信這件事,接受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們見到人不好呢,就不會覺得 很大件事啊 就是不會覺得 啊,為什麼他會這樣對我啊,尤其呢 那個人是基督徒,或者 甚至是傳導人 當我們見到他不好的時候呢,我們很難接受啊 但是當我們明白,人都有罪的,我們自己都有罪的 我們,人是總是 看重別人的罪,但是自己的罪呢,就會輕看的 就是不是很大件事而已,我當然 別人對我不好,當然我就會生氣啦 那麼人就會輕看自己的罪,就是看重別人的罪 那麼當我們明白,其實我們自己呢 都是有很強烈的罪性呢 我們就會 啊 就是說我接受 不要緊的,人總是會傷害人的 我不會覺得那麼重要的,那麼心呢,就會 不受影響了 在事奉中,不要 做殘了,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那麼第二處的經文,詩篇118篇第六節 有話說,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那麼這個經文,我希望大家都會 記熟啊,因為很有用啊,因為呢 我們總會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啦 那麼這個講到呢,就有話說,幫我啦 我就不用怕了,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但是這句說話不是人人都相信的喔 相信人不能夠 真正的傷害我們,這句說話不是人人都相信到的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哇,他搶了我的錢喔 他罵我喔,他 背後講我閒話喔 他呢,是 毀魄我喔,那麼我們就覺得 他會傷害我,他會拿走我的東西 那麼這個很多人都會覺得的,還有很不懼啊 他傷害我,我怎麼可以還對他好啊 是沒有可能的,於是我們的心中就會有憤怒了 不饒恕了 那麼 但是這個經文呢,其實講出一個應許的 就是神幫我們,神會幫我們 那麼呢 所以我就不用怕了,人能把我怎麼樣了 這個呢,可以用那個 管理情緒的ABC來 去解釋的 就是這個 跟我們所講的心理學家 所講的這個ABC管理情緒的方法 管理情緒的方法基本上是怎樣呢 A就是 一些事引發我們情緒的 Adversity A B就是Believe 信念 我的信念 C就是那個後果 當有件事發生,不好的事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的信念 覺得這件事很大件事呢 我們的後果就會很情緒化 如果我們的 信念是說不要緊的,人都是有問題的,人都有罪的 他有問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介意,我必不懼怕 那個懼怕就是我的情緒反應了 那個信念是什麼呢 有東西說幫助我 還有呢,人能把我就是這樣 就是說,神會幫我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這個就是我的信念了 就是有事發生的時候 我的信念 這樣呢,我的結果就是我不會害怕 這句話呢,有些人就說 你說就容易啊,做就很難啊,因為 那些人真是傷害我,真是講閒話 真是得罪我,真是 說一些說話很難聽的 令到我很激氣啊,這樣 那當我們明白到,那在侍奉呢 我們一定遇到很多問題的 所以 任何人有心侍奉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是一定會遭遇人的問題的 一定會遭遇,因為為什麼呢 侍奉是 是很多 跟人相處的 那有些人呢,他是有問題的 就一定會有受傷害的 那麼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受到他的傷害 因為我們處理了,我們就不受他的傷害了 我不受他的傷害的時候呢 我就 就說人能把握,怎麼樣呢 我就不用怕了 那這句說話是好像 說的時候是容易的 那這句說話都是我 一路學習處理的時候,我真是 真是學到turn off 因為我見過傳導人,我見過神學生 對我很大的傷害 那我自己 就是我當我想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 在過程中不斷呼求神 跟著呢,神就幫我 釋放 可以脫離到這個困難 OK,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詢問 或者是 簡單的回應 主要是詢問,有沒有人覺得 就是譬如說,這樣的情況 怎樣處理呀 這樣 牧師呀 是 牧師 我覺得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是和神關係很好 那我就去愛個姊妹 那個姊妹呢,就很難服侍的 那我反過來生氣上帝 我跌倒是生氣上帝 就是我覺得愛上帝 因為我受到傷害很大 怎麼辦呢 為什麼我會生氣上帝 生氣天父呢 這個就是你 你 有一些 有一些的信念 就覺得好像 世界是要沒有問題的 這樣才是神是愛的,是不是 就是有人有問題 就是神不愛我 神不幫我,是不是 是不是你這樣覺得 我覺得我愛 很愛他 但是我就會反過來生氣上帝 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會生氣上帝 我覺得 我覺得愛他 愛上帝 愛得很辛苦 很愛他,受那麼多傷害 很壞啦,我覺得不正常啦 我想過日室 日室救受苦啦 他都沒有生氣上帝 他都愛上帝 敬畏神怨來我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這個位置跌倒 跌得很厲害呀,很硬呀 跌倒呀 OK,你現在還有沒有跌倒這件事? 我不知道呀 我一愛,愛得很盡的 還有呢,是很單純的,很開心的 就是我愛上帝呢,我是根深樂意去做的 由心理發出來,很開心的,很喜樂的 但是呢,他面對服侍他呢 服侍那些人呢 就受到傷害咯 就受到傷害這樣咯 我就生氣上帝了,兩次都是這樣咯 OK,其實呢 基本上第一,你沒有一個心理準備 相信呢 人就是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你的心理準備呢 就是覺得 我幫他,他應該有好的回應 是不是? 嗯,嗯 就是你沒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人心比萬物都軌詐 壞到極處 適合呢,你心裡面沒有這個心理的準備 嗯 然後呢,當他 那樣東西,那個人對你不好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神有責任那樣咯 那其實是那個人有問題而已嘛 是啊,好像神有責任 就是生氣天父 他天父真是很真實的 他真是透過身邊的服侍 服侍的服侍原來看我開心了 我都不接受的,我這麼壞的 我很害怕啊,我兩次都是這樣啊 OK,那你以後呢 其實我們永遠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永遠在心裡面都藏著 深信 神是極度愛我們 神是經常幫我們 我們永遠都不要怪神 就是任何的事情發生 我們都不要說是神的責任 嗯 就是我們習慣了,永遠都是說神是最好的 神是經常都是祝福我們的 永遠有問題,是人的問題 就是我們永遠去相信這件事 就永遠都不會說是神,為什麼你不幫我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不到神 永遠都不要生氣,因為神才是那個真正祝福你那個嘛 我們生氣的時候就阻擋了神的祝福了 神的祝福就不會臨在 是的,那所以我們 很衰這樣啊 OK,你又不要覺得自己很衰 而是說我犯了罪,求主要卸臉我 不要再以後這樣啊 就不要,又不要停留在我很衰這種心態 不要停留 是的,是的,是的,OK,好 好了,我們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想問關於這方面的 OK,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跟著去 畢木師,我想問 我想問呢 不過我都不是想問,我都想 就是譬如說好不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譬如說有一件事發生 譬如說好像剛才兩個姊妹這樣說 你分享那個例子其實都很好的 但是會不會自己呢 有時候察覺 就是譬如說發生什麼事或者對方不開心 是不是自己都有些地方做到 做得不好是不是 是的,是不是做得不好 又反省自己改變的空間呢 問神呢 是啊,都需要的 都需要的 是啊,需要成長 我們都需要成長嘛 下次都可以 在哪個地方做得不好 我下次都可以知道 這些位置呢 我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提升我自己能夠成長 其實主力一點 是啊,沒錯 是啊,沒錯 就是我們自己都要反省 在跟人相處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做錯呢 OK,好 好了,還有沒有其他人想說 OK,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繼續吧 下一節的經文 加勒泰書一章十節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豈是土人的喜歡嗎 我若認救土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就是我們是不是去土人的歡喜呀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是土神歡喜 所以,不過呢 的確任何人當他自奉的時候 當那些人呢 不是很認同 不是很接受 那些人不會覺得他做得好 甚至說他做得不好的時候呢 我們會很受傷害的 就是覺得 他不歡喜 我就很受傷害 他攻擊我 我就很受傷害 因為我們人始終是被人影響的 我也都會這樣說的 如果譬如我們在一個地方侍奉 是完全呢 完全不能夠改變任何一個人 就是他們個個都不聽話 無論是我們做得不好 或者他們不好 那我們都要衡量 我們是不是應該留在那個地方 如果一直呢 我們在那幫那幫人 但始終都幫不了他們 那麼一個可能就是我們沒有能力幫他 第二個可能就是這些人呢 是完全不肯改變的 那麼我們需要分辨的 就是分辨 啊,到底這個地方是不是適合我留在那裡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他是不肯改變的 他只是想保留回同樣的情況 那麼 就是這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當一個人發覺他在這個地方侍奉 就是真的 不能夠做到神想去做的事 那麼他應該考慮 那麼但是我同時都說到有一點了 就是說 是當別人不喜歡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有情緒反應 我們會覺得不開心不喜歡 我們會覺得受傷害 我們會覺得呢 好像 我好像做不到事 我真的沒什麼用 那這一件事呢 是會影響我們的 那而 正面呢 就是我討神歡喜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其中一個能力的來源 就是說 我相信我做神所歡喜的事 我真心做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賞賜 神一定幫助一定提升 所以呢 我討神喜悅是最好的 就是我做神所歡喜的事 但是這件事呢 都有一個平衡點的 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他橫衝直撞 他跟人相處總是橫衝直撞 他就說呢 我不是討你歡喜啊 我是討神歡喜 所以我不計較你歡不歡喜 總之呢 我覺得錯的我就要 督穿你 我告訴你你什麼錯 那麼你不聽是你的問題 不關我事 那麼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本人的問題 就是他跟人相處的時候呢 他有困難 所以呢 他就會 很容易會得罪人了 那麼我們在這些那麼多的問題之中 我們去找出一個位置 那麼事實上有很多人呢 他們曾經有侍奉神啊 他們都是說 我後來為什麼放棄呢 因為那些人不喜歡 好像沒有好的果效 或者有些人攻擊我 所以我就不想再做下去了 那麼這件事呢 我們都需要反思的 就是到底我們的侍奉是不是 就是我們有沒有地方做得不好呢 我們是不是需要改善呢 還有我是不是被人的 歡不歡喜影響呢 我們都需要找一個中間點的 就是如果那個地方那些人 個個都不接受我們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意思留在那裡的 就是如果他們 無論什麼原因 譬如他屬靈上他不去到那個位置 我們怎樣幫他 他都去不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呢 那些人完全不接受的時候 我們是真的留在那裡 都不幫到他們的 但是同時我們又說 神啊你幫我有智慧 我怎樣去幫到這幫人呢 我們都可以給自己時間 去怎樣去幫到這幫人 雖然他們不歡喜 那我們去回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是不是真的說 別人不歡喜也好 我照樣做 我不怕別人怎樣還我 譬如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我就跟著一個中派呢 是決議的 那個牧師就很幫我的 那個牧師他告訴我 他說總會是一定要 一定要你走的 那但是呢 總會當時來說是沒有符的 但是後來呢教會就 他們呢就有一個新的執事 這個新的執事呢就很反對 那結果這個新的執事就用 就是用一些藉口就叫我走啦 那 在我的心裡面呢 當他最後一次 就是這個人跟我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給你三個月糧 你們你離開啦 我當時跟他回應我說呢 你所做將來有一天 我很溫和的 很柔和的跟他說的 有一天你要站在神前 你要向神交代 因為當時來說 教會是很興奮的 就是那些人增長啦 很有心啦 但是呢 他堅持他反對聖靈的工作 他就堅持反對 那麼我也都 說啦我是永遠不會以 聖靈的工作為止的 我是會 真心呢是 行神的路 而我跟他說的話 有一天 你現在所做的 你都在神面前要交象的 就是你所做的是不是 是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我就 我沒有去 Fight 沒有去爭鬥 沒有去跟他反駁 我只是說出這句話 然後跟著呢 我在另一間教會呢 就跟他說 那個牧師說 因為他是開放聖靈的 我說我想在這裡 做一個 祈禱會 每天都有的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 每天都有的 我想呢是 幫助那些人 更加經歷聖靈 還有呢 一起去 為教會討告 那麼呢就 神就使用那段時間呢 我有整一年的時間 是這樣祈禱 每天這樣祈禱呢 神是提升 我的聖靈的同在啦 還有呢 也都幫助我 在聖靈中運作 就是怎樣運作 那也都當時也有不同的地方呢 請我去幫助他們經歷聖靈 那就是說 雖然 就是我不計較他們 或者他們攻擊我 但是我不計較 因為我是土神氣寬 我決意我不會因為 就是不會因為怕他們 所以我就會停止聖靈的工作 我會照樣繼續去進行 那結果神是為我開路的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回應 就是說你會不會一種掙扎 就是說人的不歡喜呢 要令你掙扎 我自己坐,這樣救救下你,我自己沉下去 前兩天出了一些問題,跟我做了 昨天就頂了,頂了你,然後我把他罵了 我把他刪除了一些東西,就採銷他 我說,抹到三盤,抹到三盤,我離開去選教會 真的好,很重要 這個同工,現在幾個半年興起他 整個街道都侍奉 他就看到我的東西,和心靈感動他 他就關心我,關心我跟他說的東西 然後我就哭和他說 他就鼓勵我,我想幫你 很多事我也知道 今天就跟我說 今天我就很肯定跟他說的東西 都是我的造像的問題 我現在想問,是否要經過這個造像 停下來呢? 他那個造像是 牧師喜歡的那些人,泰星那些人 他就叫做好好的 不好就是好的 在牧師有沒有說好的 牧師喜歡的人 他就會 各樣都包容的,各樣都好好的 他就不敢出聲的,不好到一口 好的 他是牧師不喜歡的,哪些都會喜歡的 另外也是他喜歡的 有時候我要做事 就是有聖靈那些 有時候會做什麼 但是他做很大的什麼 很大的說話 要說你什麼,要說你什麼 很多批評論 今天我就很開 開得很重要 你又好什麼 你又好什麼 我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我很不開心 我很傷心 為什麼呢? 我就覺得 我這樣教會裡面 你都是這麼多亂斷 就是我做錯事 他不斷地投訴牧師 他等於做錯事 就說我會包容 今天我就生了三四天 今天那個同工 那個同工剛剛生了半年的 神提醒他 他全家都出來示範的 他的宅女和老公 他做錯事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的那些話 我就跟他走 接著我也跟他說了些話 他說我知道 他說我想幫你 OK,我們回到你講的問題 教會是不是每個人都要針對你 還是那個組長針對你呢? 不是 就是 投訴呢 我都不知道 很多投訴 就是 動 投訴的那些人 是目視順變的那些人 動搏動到投訴 OK 但是 就是你所知道的 是不是就是 那個組長 投訴你 還是有很多人投訴你? 組長 他就是 下屋投訴 但是 有些 有些姊妹都投訴 但是 都是 目視的 中醫在身邊的人 OK 這個 你需要去分辨的 到底 譬如你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他們 就是 聖靈充滿本身是 是對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本身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是 給別人有攻擊的地方 如果他們是無理的攻擊 就是他們是無理的攻擊的時候 我們就 就是 衡量了 譬如小組 那你 因為 因為回教會不一定是回小組的 那你是可以 衡量 你是不是回這個小組 因為 回小組是一個選擇來的 就是說 你說覺得 那個小組 就是你真是不合得到 就是 那個 組長又不接立你 那你就 衡量 你是不是一定要回小組呢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回小組的 所以這個你自己去衡量 然後 至於說你是不是留在這個教會 你就評估每一件事 這個我個別跟你談好不好 那我想說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 真的需要很平靜的去分辨 我們不是討人的歡喜 我們是討神的歡喜 總有人不喜歡某些東西 但是有時候我有沒有責任 如果是我責任我去留意 如果 譬如說 是不是 譬如我們聖年充滿 是不是我們做的事情出來 令到他們有 反感 或者留意到我們聖年充滿 就是我們只是去幫人 沒有東西看到是聖年充滿的 那譬如他們說 你按手祈禱 他不接受 那我們就 我們就 衡量了 我留在這個教會 我們就不能按手祈禱 那我是不是留在這個教會 我們就去決定 那我 這個我個別跟你談 那我只是說一個原則 普遍的原則 我們不是討他歡喜 我們不用怕他 我們盡量是 和諧 但是我們有聖年充滿都好 我們只是個果子 就是整天傳呼音 更新人的靈命 我們 不去讓他看到我們的彰顯 或者 如果他們不接受按手祈禱 我們自己就衡量了 是不是和他們合作到了 那 而同時呢 我們就決意不給他傷害 就是我做神的功 神很歡喜 我不需要受他傷害的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就深信 和我是討神歡喜 所以我不需要給他影響的 那這就是一些的原則 但是如果說 細緻怎麼處理 我就個別再和你談 好不好 喂 是不是 我是不是答到你的問題 是不是 雖然還未答完 不過慢慢再聽 好不好 好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詢問 我們 今天呢 會說到這裡 因為主要呢 就是說呢 我們 早點說到就是那個動力 我們那個能力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神起於我們所做的事 所以我們有力量去繼續做下去 而很重要就是處理我們不給人影響這件事 就是說 有人傷害我們 我們知道他們是 人心會是鬼詐的 還有呢 有些說幫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又討神歡喜的 所以我們呢 就不需要介意 人家所做的事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牧師 你可不可以發聲那句話 神幫我 人家把我等人 你這個根據發聲給我們呀 在你那個份的 剛剛我 剛才傳那個 那些文字 有了 我跟著那些文字而已 剛剛在那個群組裡面有的 嗯 喂 好啊 謝謝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東西想問 那我們 我們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講一段分享 OK 好 你說吧 那剛才牧師所講的burn out 還有有個姐妹 第一個姐妹講的burn out 其實我都試過的 那我試過是 就是 幫一個 那時候是嚴重抑骨的 朋友 那我陪了她十幾年了 但是她是 不亂改變的 那變了我很burn out 那又被她怪責我 我沒有幫過她 那其實我是有幫她的 那因為主的緣故 所以我就會陪到她十幾年了 如果我沒有信耶穌呢 其實我是陪不到她這麼久了 那 但是中間一直被她情緒勒索 那 那 跟著 所以我就找熟靈導師談了 那熟靈導師就說了 他也是說 其實我一定不會期望一幫那些人就會成功幫到 這樣 甚至一個很資深的牧者 這樣做 他都會遇到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 咦 又是說 我可能沒有預期 不成功 那 然後後來 我就拉闊了一個距離 就是 因為我 burn out 那我就不可以經常接她電話 那我就有一個健康的距離 那我就覺得 第一我要先救了我自己的情緒 那第二 我就覺得 是 我不斷接她電話 不斷聽 說 告訴她她都改不了 其實幫不了她 就是反而呢 拉遠我距離 給她一個責任 去找出路 那現在我就看到她 就 就是 怎樣呢 她就真的自己去回教會 以前我要求她 求不回 現在她自己自動自覺 回教會 自動自覺 報些 什麼查經班 這樣 OK 感謝主啊 感謝主就是說 你在這個過程都看到 有時候我們不用一路 擔住那個人的擔子 那 就是你接受到 他 就是負責任 那我有時候都會 有些人呢 他重複 每一次呢 找我呢 都是講她的問題 不斷重複 重複 那我就會交回那個波給她 那我就會說 那你想不想 處理這些問題啊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啊 你有沒有做些什麼啊 你做了之後 果效怎麼樣啊 你現在困難在哪裡啊 就是我 始終我會問回她 你有什麼地方可以做的 你怎樣可以 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呢 他們有問題呢 他只是想一個 就是想有人 有人傾訴 然後有人說 你真的很慘啊 你真的很苦啊 那些人真的很虧待你啊 你真的很受傷害 就是有些人 他只是想別人這樣去 認同他的 他 他不是想別人去引導他 幫助他去處理問題的 那我就不會中了個圈套 就是不會中了個圈套 就是好像一路 因為他一路是這麼說 說說的時候呢 我就會 開始就會說了 那好 那你說完一個問題 我現在回應你先 等一會兒再說第二個問題 你覺得 你想不想脫離這個問題啊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啊 你能不能走通啊 那這樣 那我們 就是今天所說的 總括就是說 我們侍奉一定有心理準備 是會有人的問題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不給他影響 不給他拖低 而呢 靠主耶穌可以 逐步改變他 那好像 赤仙姐妹所說的一個好的結局 就是呢 結果那個人肯自己 自己自動跟從神啊 那這個最好的結局 但有時候都未必是好的結局 有時候有些人真的 他一直都不肯聽話的時候 他都自己都 就是越來越疏遠 神都會有的 但是我們不用揹著那個淡子的 我們不用說 啊 我有機會救到他 他那個都離開神 哇 我很大的責任 我們不需要揹著的 因為 就是正如耶穌所說的比喻 那些道種殺在四種的泥土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反應的 我的責任在他自己身上 我們 能夠幫到人多少就幫到多少 但是 始終我的責任在他自己身上的 OK 我看到有位弟兄呢 有個舉手的 你是否想發現這位弟兄 是啊 是 你說呢 首先 我是新加入的 我叫Eric 你好 Eric 就很感謝 其實就是感謝神的 因為我剛剛是最近加入群組 就 我想是 講講自己就是對 就是我相信了主 其實就是 受贈了二十年的了 但是 Eric 是 你 因為我們這裡呢 查經呢 就是在查這個主題的 那你就有這個想分享呢 就 非常好的 那我 但是因為我們 那 就是因為我和你聊過天 那你可以分享的 但是我會這樣的 我會先站住 然後呢 有些人願意和你分享 你就繼續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應該有個主題的 因為我知道你是想講 關於你的過程和經歷 那我就 不是不是 我其實是 就是 就算我講的 今天那個 還要剛才那兩位正會講的 其實就是 有一些 類似的 我不是說想講我自己 那個關節 是太長了 但是其實就是 或者要很短短講一句的 就是 想回應經文講的就是 彼得和約翰 當日他們出來侍奉 他們都會被人家抓 要打要成的 但是彼得就是講 尊重神和尊重神 你告訴他 要選誰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尊重神的時間 很多他們都是尊重神的 大家都是尊重神的 那誰是真和假呢 那很多時候 會有conflict出現的 很感謝神的 我就說 我終於是二十年 我可以說 牧師可能你不知道 就是 我為什麼會很感謝你 就是這個群組 我為什麼會回應 就是 我很喜歡講話 但是其實我真的不想講話 其實是一個 我一個很喜歡去講 但是我現在是 今天真的有感動 是想跟大家分享 那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的規矩 或者我一直到這裡 等一下是 如果大家有時間 我再講 OK OK 就是說你講的 就不是跟 就是 不是剛剛跟我們講的 有關聯 是不是 就是說 因為我們講的就是 怎樣處理這些 難處理的人 其實就是 我最近的經歷 其實就是 發覺 你當你自己 原來是 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得著 就是當你見到你自己的罪的時間 你願意admit你自己 就是發覺人生會有很多困難的 但是你很多時候會發覺 你會發覺困難 哎呀 為什麼這個這樣搞 我這個 問了很多為什麼的時間 而你將它為什麼 就是由why me 和轉做why not me 你那個focus 那個方向 發覺是會變了的 因為你很多時候你將那個 就是昨天剛剛才在一個 教會裡面 那個課程裡面講的 就是兩夫妻 大家去一個地方 於是他太太走了一個路 但是他先生告訴你 喂 走這裡有捷徑 他老婆說 不是 我喜歡走直路 他說我知道直路 但是這裡快一點 就知道兩個就幾乎是吵架 那麼他老公就說 我明不明白 當我現在在直升機上面 你看 你這樣走是繞圈的 然後他老婆說 我們現在不需要一架直升機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很多時候會是自己 會以為我一定是對的 那最後那個老婆就說 不如這樣吧 下次我開車 就是你讓我走我的路 你開車的時間 你就去走你的那條路 行不行這樣 那這個就是 說實際上兩夫妻 為了去參加一個meeting 大家都說基督徒 就是為了走 轉不轉彎 大家都可以吵架的 我講完了 OK 好 那我們這裡就是說 有時候人就是這些 意見 或者好像想教人怎麼做 那我們就留心 我們自己會不會這樣做 或者因為人家的 說的話方式 令到我們不歡喜 不喜歡 那我們這都是需要處理的 另一方面我們就 就是兩樣東西 一方面就是 我們怎樣跟人相處 會不會觸怒人呢 而另一方面就是 會不會 我們被人影響 我們為了討據歡喜呢 那這都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來的 那我們現在祈禱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讓聖靈臨座在我們身上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神你很愛我們 你關心我們 你很想祝福我們 你很想提升我們的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神你的尾線 我們都看到人的問題 我們需要去祝福人 去提升人的靈命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一定會有很多撞板 很多困難 很多被傷害的地方 但是求主幫助我們 知道神你歡喜 神你一定歡喜 我們真心侍奉的 我們都反思 我們的侍奉 有沒有錯的地方 有時候有些人 他侍奉的方式 是會冒犯人的 令到人家 是得不到幫助 得不到力量的 我們都反省我們的 侍奉的方式 有沒有令到人 有沒有冒犯人呢 有沒有令到人 覺得不平安呢 有沒有影響人的靈命呢 求主幫助我們反思 而同時呢 我們就說神啊 我不用計較人對我的 不好的做法 人的問題 人的傷害 我就深信神 歡喜我們所做的 我們就專心仰望你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歸比天父 神你必定歡喜的 神你必定喜悅的 願你的名得著清重 願你的名被高舉 求你使用我們每一個 我們都願意 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主耶穌釋放我們的靈 幫助我們脫離 以往受過的傷害 曾經有人傷害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介意 因為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沒有人能夠真正搶走神的福氣的 我就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 都能夠順利以眾人和睦 用愛心對人 也都不計較人對我們的傷害 我們不是討人的歡喜 但也都同時我們分辨 我們所做的 是不是真的幫到這些人 我們就衡量我們侍奉的方向 怎麼樣去幫助人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求主的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釋放我們的靈 我們興省喜樂平安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使我能等 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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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靈 來敬拜 你 多謝耶穌 主要求你釋放我們的心靈 所有的傷害 我們以往受過的傷害 都求主幫助我們放下 我們所有堅持的地方 如果是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好的 求主耶穌祢祝福憐憫 求主你幫助我們走回正路 用愛心說成實話 真心跟人相處 叫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 和侍奉的時候 不要去冒犯人 而是找出神的方法 怎樣去改變人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喜悅 我們為你做的一切 我們感激你 我們親近你 你又喜悅 所以我們可以歡喜快樂 去侍奉你 感謝天父 賜給我們的機會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我們能夠有機會 侍奉你是美好的 我們有機會 服侍你是美好的 我們親近你是美好的 侯主釋放我們 賜給我們動力 行心有動力 去祝福更多的人 侯主的靈僑固在我們身上 將喜樂充滿我們的心 Hallelujah 幫我們從心底 除膚叫耶穌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讓我們全然的慶省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來到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阿門 好 主祝福大家 如果有人想繼續 Eric 其實我和他少許介紹 他是有經歷聖靈的 但是他的教會 也不是很經歷聖靈的 他在一個過程 他也是在找這個位置 他就在有人介紹 就找我 然後呢 我也和他聊 關於聖靈的工作 的寶貴 他也知道的 他又想 他很有心傳呼音的 他自己呢 就找機會出外傳呼音的 那如果大家有心想和他溝通的 可以留在這個 WhatsApp 這個Zoom group那裡 就和他聊天 但是呢 我們這裡 我就會先離開 OK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群組發文的 好了 祝福大家 為什麼 會在這裡 一會兒 送你 那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